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有这么一个词大家肯定不陌生 就是买办 说起买办不少人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 跟汉奸的感觉差不多 什么丧权辱国 卖国求荣 都能跟这个词联系起来 其实买办一开始就是个中性词 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 那买办是怎么回事 他们究竟都干了什么 今儿咱们就来聊聊 买办这个职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 说白了买办就是一帮中间人 在外国商人和中国政府之间联系沟通 明目中龙庆年间 大明王朝取消海禁 很多外国商人可以来中国做生意 但是又不会说中国话 也不了解中国的规矩 想送礼都不知道给谁送 于是就有人发现了这里面的商机 开始学外语 跟老外套近乎 帮他们买点日常要用的东西 挣个跑腿费 时间一长 这帮人跟老外关系越来越亲近 老外碰到不懂的事 也会咨询他们 同理 政府也会找他们帮忙跟老外沟通 所以明朝中后期 买办就开始大量出现 这个时候的买办 还属于个人行为 从业人员大都有点小钱 这种社会闲散人员 国家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监管 时间一长 有些买办就开始动歪心思 好点的两头骗 自己多挣点差价 差点的就干脆出卖国家利益 帮洋人多挣钱 自己从中获利 弄不好还可以举家移民 不在国内过穷苦的生活 后来大清入关 在跟南明作战的时候 清军发现南明军队中有大量的武器 是洋人卖的 哪个政府也不能容忍你资助我的敌人 等到清政府坐稳江山之后 干脆一刀切 下令成立广州十三行 洋人想跟中国做生意 必须找他们 这种制度就被称为公行制度 这段时期 广州十三行就是官方买办 当时广州十三行有四大行商 分别叫潘友杜 卢关恒 吴炳健 叶上林 这哥四个号称 广州四大富豪 他们的年收入比国家总收入还多 货真价实是富可敌国 其中那个叫吴炳健的最厉害 西方人称他为天下第一富翁 他的商行也特别有号召力 只要出口商品印着他的标志 那在当地就能卖出高价 甚至比平均价格能高出四到五位 十三行不仅能挣钱 而且还是爱国人士 1840年鸦片战争一爆发 吴炳健号召十三行一起给政府捐钱 充当军费 同时他们以罢工威胁英国人 让他们退兵 这些举动取得了一些效果 不少清军的战舰 大炮 还有海防设施 都是十三行出资修的 而且英国人考虑到自己在广州的利益 没有选择在这动手 转而北上 当时有位广州官员就说 之所以英国人会绕开广东 跟十三行的努力有直接关系 都说商人千里只为财 但是十三行在国难时刻选择 还是很值得认可的 但是十三行的努力 并没有换来鸦片战争的胜利 随着清政府战败 一口通商变成了五口通商 工行制度被迫废除 十三行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生意还得做 想做生意还得需要中间人 最起码都有个翻译 于是洋人就把目光转移到了当地中国商人的身上 让他们充当中间人 跟清政府做生意 之所以选他们 主要是因为商人有契约精神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至于坑自己 清政府这边也有自个的盘算 谁知道你找的都是什么人 万一找个车里爬外了怎么办 于是也出台了规定 要求外商必须在清政府指定的买办中选人 不能自个找 要不不跟你谈合作 所以这个时期的买办就像是二道贩子 把中国产的茶叶 丝绸 棉花 瓷器 这些商品买过来 然后导手卖给洋人 顺便再把洋人的商品买来 在中国转卖 其中当然数量最多的商品就是鸦片 有人说这帮人卖鸦片不就是助纣为虐吗 但是在这群商人的眼中 鸦片是一种商品 不光可以买还可以卖 当时不少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开始自己种鸦片 所以买办也把中国鸦片卖到了世界各地 到了民国的时候 中国鸦片的出口量实际上是相当大的 甚至让国外的鸦片贩子感到压力山大 当然这是后话 总体说来 这个时期买办还是中性词 这帮人跟今天在外企上班的员工有点类似 他们当中也不乏爱国人士 比如唐廷书买办当中的典型代表 这哥们世代务农 到他爸那边虽然也是弟弟刨神的农民兄弟 但是眼光开阔 在唐廷书小的时候 老爸就花钱托人 把他送到马里逊教会学堂学习 唐廷书不负众望 英语那是寡寡的 得到了教会学校校长牧师布朗的喜欢 后来唐廷书他爸托人 让他给布朗牧师当听差 唐廷书跟其他五个人 一共六个人一道 跟着布朗牧师干活 顺便说一下 这六个人都特别有出息 其中一个叫容红的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刘美博士 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唐廷书也非常争气 虽然因为家庭财政困难 没能留学 不过也跟着布朗摸爬滚打 学了一身本事 在商界干的是风生水起 到了1863年 32岁的唐廷书 出任当时上海最大的 一和洋行的总买办 一干就是十年 凭着他的精明强干和商业头脑 成了全上海 乃至全国商人中的领军人物 自己成功脱贫 成了有钱人 挣了钱的唐廷书 没有为富不仁 致力于名声建设 在之前的工作当中 他看到西方国家 尤其是英国保险行业 非常给力 他觉得这东西 应该让每个中国人也能享受到 于是大力投资保险行业 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 建当保安行 就是在唐廷书的投资下 度过经济危机 活下来的 这家保险公司 经历过多次改名和重组 今天有帮保险 就可以追溯到建当保安行 后来唐廷书觉得 与其帮洋人经商 不如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经济 于是在1873年 他接受李鸿章的邀请 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 相当于总经理 后来更是在洋务运动中 发挥了重要力量 得到中外双方的认可 1892年唐廷书在天津病逝 各国驻天津领事馆 下半期表示哀悼 李鸿章还亲自主持了他的葬礼 俗话说的好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买办这个行业也一样 干了再多的好事 也不如这个行业有个把败类 干一两件坏事有名 有个叫陈连博的买办 就是例子 这哥们本来是个正人君子 在商界也有些成就 但是被金钱腐蚀的思想 干的事都越来越跑偏 五四运动的时候 他人在广州 本来这事跟他关系不大 没成想广州那边也有学生 响应北京的运动 自发组织上街游行 原本这事就是一帮学生 发现一下外国情绪 陈连博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出钱请打手 上街镇压学生游行 很多学生在冲突中受了伤 到了1924年 更是成立了武装商团军 名义上是保护商人利益 实际上是为了推翻 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 最后他叛乱失败 陈连博本人也被通缉 仓皇逃到了香港 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占领了香港 陈连博可算是得了乙了 当了汉奸 替日本人在香港干了不少恶事 当然了 苍天有眼 1944年 他乘坐日本船白银丸号 前往澳洲 半路被美国飞机发现 船被炸沉 陈连博也葬身于府 这个陈连博先反五四 后反孙中山 最后当汉奸 可以说是恶贯满营 最后葬身于府 也算是罪有应得 整个明清两朝 买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就是中国政府和洋人之间的联系人 他是那个特殊背景下产生的职业 本来就没有什么褒义贬义之分 不过因为出现了几颗老鼠屎 把这一锅好轴给搅和了 也让买办这个词就成了贬义 好了 关于买办这个行业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收看 循迹慢聊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大家